不管是AZ疫苗还是莫德纳疫苗 花莲南区尤其是玉里 符合资格的长者接种的意愿并不高 县长徐中卫趁着南下施查疫苗施打作业时 也和卫生局长朱家祥当面和乡镇首长来现场研议 县长亲上火线向长辈们喊话广宣 希望大家可以配合接种 提升全体国民对病毒的防御力 在各邻里长的带领下 玉里镇符合第一批莫德纳疫苗施打资格的长者 有明显增加了一些 然而镇内65岁以上长者人口将近3000多人 今天预约施打的仅有120多位 要拉高玉里镇疫苗施打普及率 似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11点多来到花莲南端边界的副理乡 此时现场只剩一位长者 在家人陪同下转程从六十蛋三下山来接种 县长也特别情神问候 对于不理乡始终都未能提升的长者疫苗施打率 乡长陈荣聪 卫生所医护人员也很头痛 当面与县长雪震卫 县卫生局长朱家祥 现场如原桌武士般的进行讨论盈役 华林县长雪震卫巡视各乡镇疫苗施打情况 同时为新楼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也在度向长者们喊话广宣 希望大家配合接种 提升自己以及整体社会的防护力 如果你的身边还有原住民族六十五岁以上 以及非原住民族七十五岁上的好朋友 老兄弟姐妹们 他们还没有打 请他们来打预防针接种好不好 这个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自己健康 你的朋友也要健康 既先前的AZ疫苗之后 这一次开打的莫德纳疫苗 中央CDC总共播配了两万三千一百剂 县长在防疫记者会上指出 目前已经施打5819剂 接下来第二波将从7月8号开始 预约施打 也请符合资格的民众能配合 共同提升全国疫苗施打普及率 才有可能降级解封 恢复原来的生活 记者石玉兰南区综合报道 发生了资格知识的 感谢此之后 希望欢迎看